新春之际我们采访的是白蚁专家Tim 认识Tim已经好多年了 帮我们检查了非常多的房子 为什么在硅谷湾区木头房子有这么多的白蚁呢 由于湾区的天气问题 这边是季无春 所以说白蚁就不要适合他们生存 而且这边的房屋基本是以木质结构为主 给他们提供大量的食物 一般我们看这个白蚁有从天上飞上来的 有从地上跑上来的 它大概分几个种类呢 湾区产品的白蚁分为两种 一种是Drywood Termite 像Bill所说的飞拐到你们家的 另外一种白蚁叫Subterranean Termite 来自于土壤 Subterranean Termite对亚内影响会更大一些 白蚁对房子的危害还是挺大的 对我们观众有什么建议吗 每三到五年来找一些白蚁的公司 对你们家庭做一些inspection 来检查看看是否有白蚁的问题 通常湾区的白蚁的检查公司 都是可以免费提供检查来做一些assessment 怎么能够发现这个房子有白蚁 发现完问题要怎么处理呢 通常的家庭住户可以在家里面发现一些 类似于sour pepper的东西 一个dropping 从你的天花板 或从你的屋檐 或者从你的窗户边上掉落出来 这就证明你们家有干木白蚁的问题 或者是你可以从你的家的踢脚线附近 靠近土壤附近 会发现一些木头损害 上面带有一些tubes 像土一样的东西 Subterranean Termite的问题 一旦发现了这些情况后 我们希望您可以直接联系一些专业的白蚁公司 来对你们家做一个assessment 来做个评估 我们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白蚁 而需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如果房子有白蚁 会不会房子被白蚁吃塌了呢 白蚁的危害还不至于 危机到你们房屋坍塌的问题 但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damage 我们常遇到了干木白蚁的问题 我们所谓的Drywood Termite 我们有时候会使用tent fumigation 常说的薰针 所以在你们房屋内搭一个帐篷 把你房屋造起来 往里面放一种气体叫Vicent 当然我们需要时长三天两夜的时间 来厨杀屋内所有的白蚁 在三天两夜期间内 房屋内是不可以任何住人的 你需要把家里所有的有机物 还有食物全部带走 以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 对于fumigation的价格来说 我们通常是按照房屋的面积 乘于它的高度来计算一个体积 因为我们需要对你的房屋的所有空间 充满所有的气体 所影响房屋fumigation价格的主要原因 有些可能说我们家住的time house和candle 无法做fumigation军争 当你们家房屋的白蚁问题 没到那么严重的时候 局部性处理其实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我们会在我们发现白蚁的地方注射一种药物 叫做terminal phone的东西 让它这种药物充满所有的木头内部 所有的空隙地方 让白蚁互相传染来杀死他们 这种的价格通常是几百块钱起跳 然后按照每个不同的spot allow这个价格 在一千块左右 另外一种白蚁叫subterranean termite 地中海白蚁 土蓝白蚁 那遇到他们的话 通常我们对这种白蚁来说 我们需要对土蓝做处理 所以我们会派technician到你们家里面 在你的房屋的室外 土蓝的地方做injection 如果房屋室外是concrete的话 我们需要用一些冲击状 在concrete表面打一些像小木子这么大的洞 每个洞的距离大概是12inch 会打很多洞 然后软点做注射 然后结束之后呢 我们会用新的concrete slab 给重新patch 我们还会排到你的crawl space 对你的所有的foundation 和对土蓝接触的任何的部分 喷上药物来阻止他们进展的屋内 大概价格的区间 是按照房屋的整体的周长来计算的 通常是在1500块到2000块左右 与firmation不同的是 做收入圈本期间 人是可以坐在家里面的 它对你的人是没有了何的影响 也是past rendering 那你看现在有飞上来的drywood termite 有地中海市白蚁 那我怎么知道要用什么办法 去把白蚁给清除掉了 通常BQ的客户意料类似的问题后 他们都会联系我们的公司 我们公司会派专门的检查员 去客户的家里面做一次全屋线检查 我们会检查房屋的外围 和房屋的内部 房屋的crawl space attic 来确保屋内的所有地方 我们可以看见的地方的问题 然后我们会对这个房屋做个assessment 评估 然后估价 我们会出一个比较formal的一个报告 大概七八页子来告诉我们的房屋 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还有是否需要做修补 还有具体的价格情况 在报告中我们会indicate出 白蚁的问题 还有Fungus的问题 通常其实Fungus 是对于房屋产生最大影响的东西 它是由一些漏水产生的 Tim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Fungus Fungus对房子有多大的危害 如果要把它处理掉 有没有必要 花多少钱 Fungus是一种真菌 把木头的湿度超过于80%85%的时候 Fungus会自然被产生 是的 它需要被处理 通常Fungus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为 你们家的可能你的Guard出现overflow 或者你们的Loop出现Leakingissue 或者你的Pipe出现Leakingissue 产生了大量的湿度就会产生Fungus 最近的加州的天气有大量的雨水来临 所以现在很多的房屋的Crowed Space都有被淹的情况 所以它有非常大概率会出现Fungus Damage 那一旦出现Fungus Damage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被任何的药物所控制的 没有任何chemical杀死它们 你无一须要做行就是更换它 往往这种情况下会产生大量的cost Fungus一定要把它更换掉这个木头吗 还是说可以不换就把它放在那里吗 当然我们常说的房屋的木头有分很多种 一种是support使用的主要的结构 一种是decoration 只是在屋外好看的情况 如果是主要的结构的话 我们通常会建议做更换或者resupport 当然如果屋外的decoration 其实你可以可换可不换 通常我们公司的服务的fumigation和soil treatment 我们都是三年的varranty时间 局部性处理的local treatment 我们是两年的varranty 关于这个fumigation薰征 大概多久房子需要做一次呢 fumigation是一种一次性的trainment 它没有任何的药物的残留性和保护性 所以通常我们结束之后是没有任何的保护性的 但由于白蚁是从屋外飞到牛屋内的概率性是非常低的 通常我们书本上说是0.02% 所以说我们通常会告诉客人 每一次的fumigation间隔大概是10到15年左右 如果你lucky的话可能30年甚至40年都不会看到白蚁的问题 有了白蚁在治成本很大 有没有办法说我们尽量不让白蚁产生 其实有几种方式可以避免于白蚁产生 或者是降低它们的出现的概率 第一个性是水源 请检查好你们家房屋的情况 确保屋内屋外没有任何的漏水情况 第二个性是尽可能对你的房屋外的油漆保证它的油漆的完整度 还有如果窗户附近有任何的分析的话 请麻烦在雨季来临之前Corking还有清理的Guarder 当然我们的公司也会提供额外的服务 像是Ballcare 我们会把一种药物喷洒在你们的房屋的exposed的所有的木头上面 来确保白蚁不会去吃这些木头 它们的价格大概是按照房屋的体系来计算 通常在1000多块钱左右 1000是1500左右 祝大家新春快乐 兔年大展红兔 祝大家新春快乐 好运 to you 不许每天的房屋 变 zum став 每天乐